那其实这两年一直在外求学,那上学会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重新回到校园就挺有意思的,一种很神奇的感觉吧,就是可能你在外边工作了,然后呢又开始回到一个学生的状态, 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去赶下一节课,赶完之后呢,可能匆匆的吃一个饭,又去赶下午要去上的课,然后呢一起跟同学们去赶deal,然后去一起完成作业, 我觉得这些就是会把人拉回一种很纯粹的状态。 那你这样觉得有学到新技能吗? 当然是有,比如说很多音乐制作上的东西吧,然后包括说可能我之前就是在一些音乐的理论上面其实没有的那么好, 因为我之前没有学过系统的音乐嘛,然后也是通过要去考这个学,然后慢慢的学到更多系统的东西, 然后在学校之后呢,包括我以前其实不太会用那种做音乐的软件, 嗯,就是可能以前我的电脑上会有这些软件,但是我不是那么会用,就是完全的很基础很基础的那种, 然后去学校上完课之后,就是那些软件你都会慢慢慢慢的了解, 对,然后也会知道说,哇,原来有这么多的做音乐的软件, 然后它都是分为不同的,可能有那种专门混声的, 然后有那种效果器的,然后有专门录音的,就是有很多的软件。 其实这个会对你,比如自己原创一些音乐会更有帮助吧? 会,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是会有那种,你需要自己,比如说去, 呃,老师先教你用了那种编曲软件之后, 你需要自己,最后的时候可能那学期结束,你就需要自己编一个曲, 你可以是你自己想要原创的曲目,也可以是你去cover别人的曲目,就都可以。 嗯,其实在上完学回来之后,有没有自己再写一些新的歌? 有,就是我觉得应该快要跟大家见面了吧,就是之前我也有自己写歌, 就是没有在去上学之前,但是上完学回来之后呢, 然后也有写到一些新的歌曲,所以可能之前很多写的歌曲就pass掉了, 就觉得就不太满意了,对,对。 那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片的计划? 有,就是说可能陆续的会跟大家见面吧, 然后反正我,就是近期的话,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就是那个歌曲也在进行编曲, 然后歌词也就在确认,对,应该快乐。 因为20年2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采访你说你有提到最难的就是平衡工作跟学习的时间, 那其实在上学之后有没有更好的学会时间管理? 我其实觉得这两年的话,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会觉得很难平衡? 虽然说这确实是一道课题,是大家都需要去攻课的课题,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不太会时间管理, 就是其实每天是混乱的。 比如说现在我可能会OK,每天我早上起来了之后,我会想我今天要安排什么事, 我今天必须要做什么事,然后会把这一天就是都先排上, 然后这样的话至少就是不会说所有事情没有推动,或者是说停滞不前, 然后呢,如果把所有时间都排出来的话,你也会很清晰明了地知道为什么一些事情没有推动, 或者是说你今天做了什么事,你明天这件事情你是不是需要进行第二步, 就会比以前更加的清晰。